腰椎肩盘突出压迫神经腿疼怎么治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双利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腰椎肩盘突出最严重的就是压迫坐骨神经 或者是卡压坐骨神经 如果说椎肩盘突出压迫的比较轻 也就是说对坐骨神经的功能影响比较小 就是说的腿疼它行走 或者是腿疼影响睡眠 就是达到三级以上的疼痛的话 这个就达到严重程度 严重的时候就要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卡压坐骨神经就要进行手术治疗 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非手术治疗 用药物或者理疗功能锻炼等康复治疗 就可以恢复 椎肩盘突出的疾病呢 80%的非手术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仅有20%的人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它是个常见病多发病 如果我们在工作 在生活中注意预防 它发生率是很低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 Jet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星期视频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